嗨 各位朋友 今天港股 是创了历史新高 即是有 港股市场以来 今天的成交量 就是说成交量 不是说股价 创了历史新高 达到 4457亿 昨天我录了一条片 港股超过3000亿 3000亿就不是最多的 因为之前有次有3600亿 现在4400亿 就是超过以前任何时候 无论你恒指高还是低 还有 为什么今次 除了是 turnover 创历史新高 但是他在 恒指大概两万 两万点左右 是创历史新高 而不是在三万多点的时候 创历史新高 即是说 以现在这个 恒指的水平 恒指的水平 有这样的 即是 交投量 真是 一个很奇怪的高度 今天这条片 我会讲几样东西 第一个我会从 这个 技术分析层面 去看看恒生指数 即是分析各个技术指标 可能有些技术性的了 另外就看看港元 因为港元其实就这几天特别转强的 我怀疑 如果这样再过一两天 而这样的速度 很快就会去到7.75 这个强方对换保证 就是港元有机会去到强方对换保证 强方对换保证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我待会分析一下 第一就是讲讲 技术分析 如果你看恒生指数图 今次是 这几天是连续这样 跳上去 而且是gap的 只有gap up 所以如果你看 阴阳烛来说 几支大阳烛 连续出现 已经一定是有三个白武士 四五个白武士 就是一个有gap 这样上的 跟着从移动平均线看 其实就 所有移动平均线都跟上了 移动平均线也是 短期跟着价钱上 跟着中期跟着短期上 长期跟着短中期上 都是in order 这个就在整套移动平均线的系统里面 是最强的一个指标 跟着我们来看看 RSI 相对强的指标 现在就是 今天收市 85.91 是高的 85.91 当然 通行超过70 我们就说 有些超买了 但是现在 因为升级比较急 而且趋势还是上升的 你看到RSI的图 其实就没什么 屈回来的 就是没屈回来的 还是上升的 所以现在暂时 不知道高位 会去哪里 虽然有些超买 但是 看着RSI就看不到 到现在来说有个回调的迹象 然后 又复杂了看一个MACD图 移动平均会最 背持指标 MACD图 就是短期 12天的EMA 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减了26天的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通常用12、26 这种其他都可以的 那 出来再用9天的EMA 去Smooth了这条线 整个系统都出来了 现在都是看到那个MACD线 升穿那个 就是信号线 然后是向上的 就是MACD这个系统 也是发出 极强烈的 向好信号 另外看一个 Stochastic那个 就是随机指标的数字 Slow Stochastic 都是70以上的 都是超买 超买区的 但是又看不到 会见顶暂时 就是会见顶回落 所以Stochastic这个 indicator都是指示 就是向好 另外一个复杂的就是DMI DMI系统 DMI系统现在出了什么线呢 就是那个 正DI 正DI是 远远抛来-DI 就是很明显有个 有个 正的动向 而且这个动向是 是significant的 因为你那个 ADX ADX那条线 通常就20几 20几的之下 现在去到60几 就是 ADX那条线 只是告诉你 那个 有没有方向 有或者没有 强或者弱 强有方向 至于哪个方向 看 正DI 正DI和负DI 正DI是 升穿的负DI 那条线 而且在抹开 那个高度 所以从整体那个系统 因为你升得太急了 所以所有这些 都是指示向好的 当然 另外 看回港元 因为 未来再有没有资金进入 就要看港元的持续向强 当时 过去这么多年 其实港元有试过强方保证 然后又 去回弱方保证 跟港股是很 很大关联的 通常港元强方保证的时候 有钱进来 港股会比较强 过去港元去到弱方保证 7.8% 那时 钱是不需要港币 就是可能投资港元 股票 就走了 可能全定期 或者做其他东西 所以过去我们一两年 都是港元 都是比较弱方的 但是近期呢 港元在7.8% 赔了很久之后 现在就 倾向强方 7.771% 强方对保证是7.75% 那我估计呢 港元有很大机会 去到强方对保证 强方对保证之后 你很多人买港元 但由于金融局 他不想港元太高 去到 7.6% 7.5% 那他就答应了 我们要叫做一个 convertibility undertaking 在强方那里 就是无论你想买多少港元 只要去到7.75% 这个位呢 根本就会无限量供应港元给你 那就是那个港元 永远都不会超过 就是7.75% 去到7.74% 这些位置 一定是7.75%就停了 那通常停就会维持一段时间的 实际上他可能强过7.75% 只不过金融局都给你全部吸收了 所以 由于我们都未去到强方对保证 那就是说 有可能如果还有多些钱的话 他会进来碰到强方对保证 然后再走一会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现在可能钱都没进来 钱都没进来 那当然都不排除 上次试过一次 那就是 突然间跌到到7 未去强方对保证 但是跌过一次来的 2022年尾那次 是可能炒开关的效应 就说完就 去到很强的 但是之后就 立刻反转回来 那这次就不像上一次 那么急上的这个格局 就比较慢 比较稳定地下去 而且这几天 一日比较接近7.75 所以大家在 看港股的时候 当然风险大家要注意 但是 就是要两边去看 技术分析去看 那当然 整体经济上 我们是否可以支持到 港股这个急升呢 那就 要 大家要考虑风险了 但是港股从来都是一个 资金流入流出的事 那现在还要看这个资金流入 是一个结构性 还是一个暂时性的 那 怎样为之结构性呢 就是可能是 有些如果 你找到的 是原来是美国 卖了去 走回来香港那边的 那这个可能 是一个比较长远的 一个调整 那暂时 就以这么大的量 我相信一定是外来资金的 也都 没什么可能全靠国内资金的 就是全世界 都会有些钱 有些美金 进来转 去港元 所以这个 这个幅度就不像是内地的 全部是内地的 就是北水利 也都不像是我们本港自己的钱来的 在这个同时 港元是上升的 如果我们纯粹香港人炒 那你港元是不会上升的 你一定是有些美金换了港元 那一定是美资 或者外资 去上来 在香港再投资 所以大家如果 看淡的话 如果你沽了旗子 大家要小心 因为 这几天的波幅是会很大的 而我都不排除 四千几亿这个位 可能都不是历史新高 可能如果再下一个星期 有机会 都会再试下新高的 volume 就是turnover 所以大家要留意 也都 不好就盲中中 一定是人家说好就好 那大家如果真的想 投资的话 一定要看 那个板块 那个股票的基本因素 基本面 是不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 譬如是 bill 或者dividend 这样给你 所以就 设计 小股 炒一些小股 那些波动 会很大 会调都很大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